財政預算案提出政府撥款連續三個財政年度 每年減少百分之一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 119間政府資助的中小型福利機構不受影響 孫玉涵說現在有177間非政府機構獲政府資助 下個財政年度全部不需要扣減撥款 獲5千萬以上計大型機構 去到25、26年需要扣減百分之二的資助 而6、27年就會再減百分之三 借於119間中小型機構 即是獲捕款5千萬以下的 未來三個財政年度都不需要削減資助 這個安排我們都是私事上後 希望在財政緊張的狀況下 盡可能幫助一些相對能力沒有那麼強的 相對回旋空間比較少的中小機構 昨天亦都向所有機構簡介了 亦都相信有關機構都可以理解明白 政府今天這次做的功夫 都盡可能是因應社福界的需要 提供我們力所能及最大的幫助和支持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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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